回歸都23年 有多了 足之 特區政府在嚴格遵守《基本法》 我們經常都聽到我們要嚴格遵守《基本法》 要等到23年 特區政府自己才現在提這個法案 這個法案是很多問題的 但是很奇怪 我們經常都會講到《基本法》 但是理由陳述 是從來沒有提過《基本法》第27條 所以我找來找去 我看過《盤文版本》 是一句都沒有寫出來的 那就看到究竟我們的特區政府 對於遵守《基本法》的嚴格性 其實這次立這個法案 都是《基本法》第27條裡面 符云你們去講那個重要性 所以我在這裡首先想講《基本法》 《基本法》第27條 都是有講到 除了所謂我們的公會法 真正是平衡到 僱主和員工的權利和責任 另外還有一個罷工的 那個罷工法 那個罷工法現在就留待了不知何時了 首先我要問到司長 那個罷工法 究竟特區政府 罷工法 都是一個權利 這個這麼重要的核心的 我們《基本法》 我想問第一個問題就是 司長什麼時候會提案 在我們的立法會 所以這次 我的遺憾就是什麼呢 立一個《公會法》不提《基本法》 這個是《基本法》第27條 是要特區政府或者我們議員提出 十二次之中 我八次提案 都不夠票而已 沒有辦法 但是你這次提案 是不是履行 我們那個非常之神聖的《基本法》第27條 這個《公會法》 當然你說協商協商 你都可以不用發案 都可以徹停罷權的 罷工的 你可以罷工的 但是罷工作之後 有沒有理由都可以解僱 因為我們的勞股法 只有有錢 你就賠償 你說到說 我們過去處理了很多個案 因為大家協商 我的處理很多個個 不如去到法院 因為為什麼呢 無理解僱 或者有理由解僱 有理由解僱 賠償 就去找其他份工 怎麼找其他份工 今時今日找其他份工 所以才需要一個工會 所以另外 我也問到剛剛 司長沒有回答 就是國際勞動組織 尤其是98 集體談判 是不是不需要理 是有效的 澳門有欲速力的 司長直至也不提 那這個什麼時候立法呢 霸權 霸公法 什麼時候立法呢 那現在有一個工會法 工會法都沒有權的 這個法案是很低的 那將來怎麼做呢 如果是這樣做 不如還有一些限制 那些限制是下去工會那裡 那將來就是很多製造 所以我很希望司長 是一般性 司長可以回去想一想這個情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